好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那个画笔的部分 做一下说明 好 刚刚呢 我们平常 如果你要做教材 做一些互动教材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比较常使用绘图的部分 那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你点两下会进到这个画面 让你可以选笔 那对一个像我们这一种 像我这一种没有美术天分的人 假设我要画一只小鸟 我画那个小鸟就会很丑 就算我有手写板 我也画不出很漂亮的图 所以这个画图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困扰 但是它这个笔 这里有一个AI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画图 你自己本身又不是那么会画图 那请你使用这个AI笔 你点一下AI笔 然后你在这上面做画 比如说我画一只手 那你画完之后 左边它会出现 它电脑会AI辨识 帮你显示出你要画的可能是什么 然后如果它出现了 你找到你要的图 找到你要的图 你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那一只手就是你画的手 所以你就可以用美美的教材跟学生互动 这个叫AI智慧笔 AI笔智慧笔 所以各位老师可以试试看 这个功能其实解决了我们这种不会画图的老师很大的痛苦 请各位老师试一下 这个部分一定要试 它里面的图 辨识的结果还还蛮准的 然后你要重画就是把这个垃圾桶把它擦掉 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你再重画 比如说刚刚那一只鸟 它就你画越多笔 它就越来越像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小鸟 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那拉出来的图案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图案去进行下一步的修正 那比如说你现在是在选取功能 那我就可以选到你刚刚的这个图的物件 对不对 然后我就可以去填颜色 那这一个呢 这有两个填颜色的相关的 这一个是那个线条本身 就是那个图案本身的颜色 所以你如果去选颜色按OK 它就圖的本身会变那个颜色 那这一个油漆桶是填满 就是把中间的颜色把它涂满 所以你一样可以选 它就可以把它换成你要的颜色 然后这里是旋转 这里是旋转 所以它可以旋转 一样可以缩小放大 那其他的我们待会再来说 翻转 水平翻转 上下翻转 那这个都是要在选取的模式下去选 才能够做变更 选取的模式 这个是有关图案绘制的部分 AI笔很好用 点两下出现AI笔 各位老师看看有没有任何问题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像我们这种不会美术 画图很丑的 都可以做出美美的教材 那么如果老师没有问题 我们再稍微进阶一下 那么如果刚刚你用AI笔画出来的图案 你不想用这种向量图 我想要那个像照片那一种的真实的图片 那我就在它辨识完之后 在那个图案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它就会帮你去网路上直接搜寻 这一类的图片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 就可以拥有这个图片 就可以使用这个图片 那从它这里出来的图片有一个好处 从这里出来的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里面从它的搜寻里面出来的图 都是有合法授权的图案 都是有合法授权的图案 那所以你这里做出来的教材 这里拉出来的图片 是可以挂在网路上 公开授权使用的 公开授权使用 可以完全开放的 这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在做这个搜寻的时候 就有把那个权限 授权的权限把它放进去 一起做搜寻 所以你这里做出来的图案 是可以完 做出来的讲义 是可以完全公开的 那如果你是用电子书 里面南医 康轩 这样的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的图 或者是网路上直接截取的 那你自己就要特别注意 那个授权的部分 授权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 只要是跟班上的同学进行教学 都是算公播 都算公播 那目前就是三家厂 那个电子书的厂商 他们有授权学校老师 针对自己的学生 是可以使用的 那但是你要注意 你不能把影片丢到网路上 开放给你学校 学生之外的人 那你就是清翻他的著作权 这个是老师特别要注意的 那但是从这里搜寻出来的图片 是没问题的 是没问题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部分蛮重要 老师试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的老师 请你在通话讯息上面输入2 感谢老师 这部分虽然蛮简单 但是其实蛮重要 蛮好用的功能 我们常常会需要很多抽象的示意图 我们常常会需要很多抽象的示意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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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